这个女人疯了 家人竟变成便利贴 甚至房间都开始扭曲 她在行程表上狂奔 到处都是诡异的纸片人 然后化化成小丑 突然马迹掉进陷阱中 本以为解脱了 但等待她的是上司的压榨 小丑败光了所有积蓄 碰巧遇见知名的综艺导演 他合作过的明星都买了豪宅 只要小丑乖乖听话 必定让他飞黄腾达 小丑放下了尊严 在一众上夫面前搔手用姿 这让导演很满意 辛普森一家逛超市 身为家庭主妇的马迹 要解决全家人的吃喝拉撒 甚至还包括宠物 恰巧导演下来做调研 马迹有幸参与 没想到他才华横溢 导演希望他能做制片人 马迹还在考虑 突然看到家人对自己的依赖 便欣然接受 刚被开除的制片人提醒他 小兴在导演的手下迷失自我 马迹终于找到梦寐以求的工作 不仅有气派的办公室 还有助理给他准备早餐 但导演似乎有点两面人 马迹的节目创意很新颖 受到一众家庭嘱咐的追捧 小丑也看到前途无量 录完节目就买了一卡车的豪车 马迹和老公共进晚餐 却发现两人赞美共同语言 随着观众的笑点越来越高 之前的创意无法再满足他们 马迹的点资被掏空 压力大到精神失常 办公室的人都被逼疯 马迹甚至不分场合的发脾气 还学着导演打压家属 他终于意识到资深的问题 在节目上跟观众吐露真相 虽然终于节目能给人带来欢乐 但幕后工作者都快被逼疯了 马迹还是回归到家庭 下一秒却收到同行的求助 他聊得正嗨 转眼间家里已经乱作一团